哈喽大家好,我是蒙根,王者荣耀已经进入新赛季大版本更新了啊 除了前面我更新的英雄和装备调整,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个新东西啊 荣耀战令,到底值不值得充钱,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38的就不是了啊 直接1287手,试试看能给多少东西 好的,直接进阶点藏版的荣耀战令,标志跟38的也一样啊 然后下面显示送我67件的东西,就是一到三人一级精英版和进阶版的所有物品 好的一个烈兽之王 250个战令币啊,其他也没什么好东西了 送了一个黄金分割绿的大红细圆皮肤 也就是说128获得了个吕布的皮肤和细圆皮肤 其他的零碎的可有可无啊 充值128的大家送的都一样,就是这些了 值不值自己考虑就行啊 我个人建议大家想要吕布皮肤的就充了38 不想要的就不要充,这是个人建议啊 我大号充的也是38 一个礼布皮肤就行了 营征的白州王子不管你充38还是128都必须升到80级才给 如果大佬们想充值的话啊 大概也就是500多块钱两个皮肤 剩下的什么灰尘特效乱七八糟的没啥用 充值38的话每周任务全部做满 大概还要稍微充点才可以得到营征皮肤 占领币挺有用的啊 可以抽皮肤 全换了咱们来试试手机啊 看来这个手机一般啥也没得到 反正吕布皮肤已经出了啊 大家感觉悦悦欲试想买的先看看特效如何对吧 整体的感觉黑化了看着还行 然后就是服膜的时候武器上的闪电效果不错 一技能感觉快了不少应该是特效问题啊 个人感觉还不错手感比机甲好点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风格的话可以入手整一个对吧 这个后续也会得到不少东西 如果感觉吕布的皮肤你不感兴趣 那就别冲了 说实话给的东西确实不咋地啊 还有嬴政皮肤 冲128也不会给的啊 必须要到80级 大家理智消费 其实嬴政皮肤我另一个号买过了啊 合到了80级 特效说说话还不错 没有预期的那么赞啊 手感不如恋人上手 比贵公子好点 好的那么荣耀战令大概就是这样了 大家记得转发出去让更多人看到 记得理智消费 我们下期见 拜拜